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的專題 近期的專題是講的最大的新聞 就是日本排放核污水事件 這宗新聞,至少在我的朋友圈裏面 都有很多爭議性 有一批人支持,有一批人很反對 站兩邊都很多人在這裏 我是不介意,但我們講一些事實出來 當然我們今次的專題裏面也會講一些 整個當中比較技術的事件 首先,在24日開始第一批核污水牌坊 之前一直都有聽到,包括NHK一直說 日本政府用了很多錢 700億日圓去做很多公開 其實核污水是沒有事的 當然也令到一些政客 我記得昨天也說到 謝祥廷也說微量輻射對人體有益 這些說話 我不反對這個說法 但問題是微量到什麼地步 但他講微量輻射 他講微量輻射的意思是 我不知道微量到什麼地步 有些輻射物質 很少人體甚至含有黃金元素 問題是微量到什麼地步 譬如說 等會說到54 如果很微量已經是大問題 所以他講的是 他不是說輻射對人體有益 他說微量輻射對人體有益 他說微量輻射對人體有益 即是說那些是不關係的 即是說我們每天都接觸了很多輻射物 現在這些都是輻射物 現在這些都是輻射物 所以他說的 沒有錯問題微量到什麼地步 即是說你吃的東西如果是一的話 對你是有益的 當中混淆事情的東西也有不少 因為當中牽涉到很多技術 或者是科技 所以今天的專題就是講這個 首先 現在排放了核污水之後 首先第一件事 去講的就是 先講核污水這個名詞 因為大家 我想你不如先講核原理 好可以 所以你不明白什麼叫原理 是 先講核原理 即是說核電廠或核反應爐 不是核反應爐 是說核分裂的原理 核分裂 如果你沒有分裂 你一定要有順序 你說核分裂原理才有核反應爐 OK 核分裂原理 反應爐甚至不用說 OK 核分裂原理 其實這個算是一個中學的物理 但是呢 現在就算是一個小小的科普 那是說 現在很 全世界很大部分的核電廠 那它一開頭 原料都是源自有二三五的 有二三八 有二三五 你先聽我說 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時很大程度上是有二三八 是 是 如果你是做 現在你說的是 現在你說的是什麼 說的是核電廠 是 如果你是核彈 就一定是有二三五 是 核彈就一定是有二三五 如果核電廠 據我所知 他們那個 即所謂提煉那個 濃縮油 濃縮的程度 濃縮的意思是有二三五 問題就是 我以前不知道 濃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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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核彈要很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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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幾% 是的 但問題是 如果你是核電廠 你的濃縮程度 應該是不需要那麼高的 是 即是說它很多都是有二三八 是 它的燃料棒那裏 大部分都是有二三八 是的 但是它 因為有二三五 在平時 就是這樣 有礦掘出來 是很少的 是 所以 到最後 它現在是 你去到20% 就很危險 通常要去到95% 以上 才做到核彈 沒錯 但是 做核電廠的話 就絕對不需要那麼高 %的 油二三五 沒錯 但是 在燃料棒去做這個 核 核能的時候 其實是做些什麼呢 就是 說 油的二三五 是給一個 中子 Nutron 給一個中子 去打 去核 核 核心 我們說什麼是油二三五 是 油是一種元素 油二三五和油二三八 這二三五二三八 其實就是 它的同位數 也就是說 你可以當是 油 可以這樣說 是 油是一個由92粒 中子加92粒 所組成的一個 原素 原素 而它是 現存的 所有的 原素之中 最重的 那個 當然 之前有幾個 但它不是一個 那些 只是很短時間存在 有些 所以它現存了 有些 大概會是這樣的狀況 那 所謂二三五 就是92-235 92-235 92-238 就是剩下 那些 就是它裡面的中子 是 因為它裡面的 原子核 就是由中子和質子 組成的 它是原素 表排名第92 所以叫做 所以是第92號 第92號原素 是 問題就是 因為中子和質子 一樣重 所以根據它的重量 即是 中子是 大概是 質子加電子 再重一點 是 OK 然後呢 它就是 裡面的中子數不同 質子和電子 一定是一配一 因為它是一個 正極和腹極 所以是一配一 但中子是 neutron 所以 可以配很多 都可以 可以配不同數量 於是 它可以配不同數量的中子 但它 它 有多少質子和電子 才能容納到幾個質子 才能容納到幾個中子 因為 如果你有太多的中子 如果原素原子核 是不夠大的 這樣就很容易 你吃不住 吃不住它 所以 你會去到 由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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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不會去到 500 你不會去到 你做不到 那件事就會 接不住 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由2、3、5本身之所以大概會有些數比較穩定,有些數比較沒有穩定 等一會我們會說到的α碎片,是一個穩定和沒有穩定的問題 由2、3、5比較沒有穩定,因為沒有穩定才能做到原子彈 什麼是沒有穩定?就是很容易爆開,很容易分裂開 而穩定的話,就是比較懶,因為油本身比其他人比較穩定 那半週期是多少? 你說油,我不太記得,總而言之是很多萬年的 是,不太肯定 通常一般來說,就是一些單數的東西比較容易分裂 雙數的東西,這是最簡單的想法 很多複雜的計算 雙數比較穩定 所以油2、3、5沒有那麼穩定 這是一個基本的原理 那你再說它的分裂狀況 好,2、3、5和2、3、8都是很多年的 那半週期,去到八次方 就是過千萬 差不多上億年 那半週期 分裂狀況,就像這幅圖一樣 在核電廠的反應堆裡面 其實在說的是,將油2、3、5 利用一些減速的宗旨去打到核子 然後就令到它去打散它 然後分裂 在分裂這個過程之中 其實它的質量是會變輕了 為什麼質量會變輕了呢 就是因為質量會變成能量 然後釋放出來 這樣 那這個就 亦都是因為每一粒 其實大家想回 愛因斯坦E也要mc²那樣東西 其實就是計算 它少了那麼多的質量 然後轉換成能量 那個當中的公式來的 那我大概會這樣說 你是將一粒原子 一粒元素或一粒原子 打成了兩粒 或者以上 它就說你好像將橙切開 那你可不可以將橙還原呢 答案是不可以的 因為它已經撿飛了出來 它已經撿飛了出來 那你就不可以到最後 你不可以將橙切開 即是兩楷 你還完之後 你理論上可以夾在一起 因為所有的重元素 其實它基本上都是 最得一粒質子一粒電子造成的 輕元素造成的 那到最後可能一些星球爆裂的時候 就硬要將 因為斯加爾能量 反過來 逆向將那些東西 再夾在一起 我多膠水 我加一些橙汁 那你就可以做了 所以理論上 如果你將能量加進去 你可以將兩粒 加在一起 但如果是非常之有行星爆炸的能量 如果不是你不施加能量 你不施加能量的壓縮 那樣東西是不可抑的 因為你的錢花了就不見了 所以一變成二 或者變成更多 三或四 三之類 那樣東西是不可抑的 那樣東西是不可抑的 你將那樣東西 由一個打成兩個 那兩個原子 你會變成不可抑的 為什麼會是不可抑的 因為 為什麼會是不可抑的 因為 你會大約 你會撞到一個情況 就是中子 分解了 變成一個質子和電子 所以它會變成另一種東西 中子變成質子和電子之後 它會比一粒中子更輕 它會再加一個中微子 中微子 因為與人類宇宙世界沒有交易 所以中微子 聽不出來 是非常非常小的狀況 因為中微子的產生 以及整件事 整件事 整件事是不可抑的 你會輕了 一變二 你會輕了 其中一個 但是你那件事 一部份去了能量 一部份去了 質子變成中子 本身 就是本身的東西輕了 還有一部份去了中微子 大概台灣的東西 就是微中子 是 你剛才說的就是 Beta radiation Beta radiation Beta radiation 沒錯 而現在說的是 核反應堆 就是打散了 Uranium 之後 打散了油之後 剩下的幾個碎片 就是我們一直說的 一些核廢料 因為它打散了 我再解釋一下 打散了之後 為什麼會是用 油二三 油二三 油二三八 因為它是比較大粒 它容易造成連鎖反應 如果我用人類的語言 比較簡單 而不準確的語言 去說 就不如這樣說 你為什麼會做成一個連鎖反應 就是一邊二邊四 一直這樣做 它很短時間 做成一個連鎖反應 因為 油二三五比較不穩定 你的連鎖反應 於是油二三五做的時候 你會爆得更厲害 一變十 十變一百 你比一變二變四 它會爆得更厲害 你為什麼會做成連鎖反應 我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去解釋 就是 你如果有重的原子 你裏面有更多的質子 更多的中子 更多的什麼 你射出來 你不會射出來 因為中子是會彈出來的 而質子 電子是會碎片 會說什麼 你會有極多的中子彈出來 所以你一個重的原子 有很多很多很多 你可能有十倍的中子彈出來 所以就更容易做成連鎖反應 你會有重的 所以你連鎖反應 你才會爆得更厲害 如果你等我 我等你慢慢 其實是可以的 不過等你慢慢搞的話 喂 都是可以的 理論上 但問題是天都光 炆到睡了 炆到睡了 所以你就產生不太多能量 所以你一定要用油 用Uranium才能產生這麼多能量 而呢 油二三五呢 因為它不穩定 所以它會產生更多能量 因為它比較不穩定 所以它儲存比較少 油二三八 所以它會產生更多能量 因為它爆得更加近 所以原子彈一定要用油二三五才能做到 因為油二三八會走慢一點 熱量走慢一點 所以會比較適合 油二三五 如果是油二三五 什麼叫反應堆 堆的意思就是 堆在一起就叫反應堆 即是曾經試過有一個 科格 做核彈的科格 它在玩那堆 那堆 那堆 Euranium 是把它夾在一起 夾在一起 然後撥在一起 然後馬上說 它就盲了 出去死了 這件事很出名 很多人在1940年的時候 是在研究 即是說 它只要夾在一起的時候 互相的重力會影響 它也會發生反應 如果它沒那麼快 你再打中指下去 就會更快 其實你要將它堆在一起 它自然就會發生反應 是 所以你為什麼要用一些 這個棒 等於你講到 就是將它隔開 就是要你一路 當它太勁的時候 你將它隔開 如果不然的話 它自動都會反應 但是你將它用中指打下去 你會反應 會快很多 是 所以其實它每一次撞的時候 除了會產生那些 原子碎片之外 其實也會產生更加多的中指 那這些更加多的中指 就會再 因為再爆了另一顆 第二顆裡面有很多中指 有二三五 即是有九十幾 即是一百四十幾 中指 二三八 一百四十幾 中指 所以再出到來的中指 就是繼續去打其他 有二三五 然後令到每次打下去 都會出到更多的中指 然後就做到連鎖反應 而每次打下去的時候 都會制造到能量 而這個能量當然就是 核能 以熱量的反應 以熱的方式來反應 是的 但是因為 我再說一句 E等於mc2 其實就是質量互換的原理 所以就是E就是E 對於mc2 就是mc2 光速的mc2 剛才說到 如果我打一顆 會出到幾顆的中指 一路打下去 就會有一個連鎖反應 但是 它和核彈的分別就是 核彈就是完全不受控的 連鎖反應 由它不斷爆 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裏面 爆 有一個很強烈的連鎖反應 令到它可以很短時間 爆到很多能量出來 但是 核電廠 我們要控制到的 所以我們就要 那個方法就是 令到它 每次去出到更多的中指的時候 我們就 吸收了一些多餘的中指 而吸收的方法 就是用 鵬 波羅 去做一個 控制棒 所以 大家 總而言之就是 堆在一起 堆在一起 反應堆 你把東西隔開它 就是這麼簡單 你不要用 我讀這些 我從來都不知道 這些 控制棒 這些名稱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原理 原理就是 隔在一起 會有反應 隔開它 通常是石墨 隔開了一些中指 隔開了一些中指 不是隔開了一些中指 是隔開了兩塊 反應堆 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說 其實 你隔了兩塊的中指 就不會回來 是隔開了它 就是把那兩個蛋交的人分開 是 所以 就是說 你不只是隔開了中指 因為如果隔開中指 可能你會 是把兩塊 Uranium分開 其實就很簡單 撥開兩塊 就這麼簡單 OK 所以這個就是 為什麼在核電廠裡面 核反應 能夠受控的一個位置 剛剛說到 就是說 在中間會出到很多的 Uranium的碎片 有的碎片 而這些碎片 就是我們講的一些 放射性物質 或者核廢料當中的 主要放射性物質 那麼 出到你的碎片 就五花八門 大家很多時候會聽到的 色 或者是其他的原素 都會出來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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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講到半追期的事情 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 核反應堆裡面做的事 所以 現在講的 無論是核反應堆 而這個 其實主要就是 福島的核反應 就是一個 廢水反應堆 剛才產生的熱量 就去煲熱水 然後 令到它成為 蒸氣 推動了鍋輪 然後這個鍋輪 轉動的時候 就令到 去發電 跟煤一樣 如果一煲熟到水 那些鍋輪 所以要水 是的 但現在的問題 就是說 其實大家看到這裡 當中 其實 因為它產生很大的熱量 所以那些熱量 除了變成蒸氣 去推動鍋輪 還有發電機之外 其餘的廢熱 都是要去降溫的 OK 就是說 也不可以 純粹是單靠那個熱 因為那個熱 是用不完 去煲水 所以那個廢熱 去降溫的時候 就是會令到 為什麼現在要用很多的海水 現在講的是正常運作的 核電站 先用很多的海水去降溫 就是吸走了這些廢熱 這樣 所以大家看到這裡 這條灰色的路徑 和這些紅色藍色 其實大家都是水 但只不過是兩條 互相不會接觸到的 兩條路的水 來的 即是紅色藍色 裡面真的會 用來發電的水 然後灰色的這條路徑 就是吸了一些海水 主要是海水 而來 它純粹為了降溫 而兩種水 互相不會碰到對方 在正常運作的情況下 這樣 好了 現在問題是 福島的問題是 因為它經歷了地震 而令到對滲溶解 所以現在說的是 後來為了救災 所以用了很多海水的冷卻 現在的問題是 令到這兩種水 互相融合在一起 即是它用海水去冷卻 就跟普通核電站用海水冷卻不同了 現在福島用海水冷卻 這些海水是直接碰到 剛才我們所提及的 那個 滑絲流就是這樣 本來那堆海水是沒有事的 但是它也會有一些 其實滑絲流技師就是 將那堆東西污染了你海水 是的 所以就跟其他正常運作的 核反應都是不同的 所以這也是 第一件事就是 所謂核污水和核廢水的分別 你不要說核污水和核廢水 所以我一直在說 你一說核污水和核水 就變成那些藍絲 自己什麼都不懂 那些藍絲 你要說Alpha水變 Beta水變 Gamma水變 所以我一定要跟你說這個 如果你不明白 什麼是Alpha水變 Beta水變 什麼是Gamma水變 你說什麼核污水 或核廢水 那些人就不懂 告訴你 OK 就是這麼簡單 說核污水 說回大多 你知道什麼是Alpha水變 什麼是Beta水變 什麼是Gamma水變 你就知道什麼是核污水 OK 所以你一定要說 所以才把原理解釋這麼清楚 OK 剛剛說到Alpha、Beta和Gamma水變 這個其實主要是核輻射的問題 因為如果純粹說輻射 其實我們身邊很多東西都會有輻射 就是熱輻射 那以前 輻射才是射出一個高能量 是 就算用來探熱 那個探熱槍 你都可以叫它做輻射 我的手也有輻射 是 就是一個紅外輻射 但當然現在令人害怕的 文知識變的 就是說核輻射 而不是說我們平時 碰到的紅外輻射 或紫外輻射 其實核輻射跟所有的相同的 就是比較近 就是數量問題 是 所以說到核輻射的時候 就要說到Alpha、Beta、Gamma 這幾種是主要的核輻射 這幾種主要的核輻射 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剛才的一些放射性的物質 他們會放不同的物質出來 然後就是不同種類的輻射 如果你說Alpha 其實它就是一個核子 然後就放了一個Alpha Particle 這個Alpha Particle Alpha粒子 其實就是放了一個 氦的離子出來 不是害的離子 而是害原子 害的離子 害原子 OK 你不要說 總之原子 我會解釋這樣 我解釋這樣 你會明白一點 OK 一個 因為我叫什麼害原子 就是有兩顆質子 兩顆中子 你一個原子 本來你不理會有幾顆質子 幾顆中子 它少了兩顆質子 少了兩顆中子 就事為之下發碎片 OK 所以你的科普 究竟是怎樣 所以人們永遠都說不清楚 你讀科技的人 OK 即是說 你的離子分開了 所以如果這樣說 你永遠都不清楚 OK 你有一顆原子 走出來 行不行 你裡面 我不管 你有幾多粒質子 幾多粒中子 總之 有一顆原子 走出來 那顆原子 就是兩顆中子 兩顆質子 然後當你走出兩顆質子 兩顆質子 於是乎 你的元素 就降了兩級 就是這麼簡單 OK 用最簡單 最簡單的方式 去說出來 如果你有離子 突然無端的走出一個概念 走出一個什麼 你會不清楚 OK 但是為什麼剛才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他出到這顆 的確是兩顆質子 兩顆中子 但是他也有電荷的 即是他是正極的一顆 總之他就是你 所以我自己的意思就是這樣 我自己的意思就是 你說的正極反極是沒有用的 你明白嗎 你不需要知道這件事情 明白嗎 所以你說的東西 你無端的就多了一個概念 你把那個東西做得簡單 一顆東西 一個橙 我切了一塊出來 扔掉它 那個橙就少了一塊 那一個是另一個 可以嗎 就是將它的元素降低兩級 明白嗎 所以你要知道 所以到最後 讀三人小美院 那些東西 永遠不可以講清楚 因為你就不可以 把那些東西做得簡單 OK 可以嗎 你說的正極反極 為什麼會突然出來 總之就是這樣 它讓它變小顆了 於是就會有這個 這個狀況 而這一種就叫做 alpha衰變 是 那它放這顆 alpha粒子的過程就是 alpha衰變 通常是這樣的 為什麼害原子 叫做alpha粒子呢 因為它是最基本的 一種衰變形式 是 那它呢 它呢 衰變的意思就是 總而言之 衰變的意思就是 它走失了一顆 alpha粒子出來 而那顆 alpha粒子 它本身是一個 高速的 高速打出來的 是 於是你會對人體 身身傷害 OK 然後它就會 由1A元素 變成第二種元素 是 而所謂的輻射性 最大的原因就是 這一點就是 它變輕了 然後呢 放出能量 然後呢 就是 令到你人體有所傷害 就是視為之輻射 於是乎 所謂的半衰奇技師 因為它每一種元素 它走出alpha粒子 為什麼它會有alpha粒子 我解釋一下 為什麼它不會有學原子 就是alpha粒子 因為當它是成為輻射性的 我就把它改名叫做alpha粒子 OK 即是說 你 那個是一個男人 但如果他是 一個強姦犯 我們當時還會把男人叫做強姦犯 那個犯 就不是叫做男人 OK 怎麼會改名 它是相同的東西 其實 只不過 它成為高速輻射的時候 對人體有傷害的時候 或者是 衰變的時候 就叫做alpha粒子 然後呢 它會有一個半衰奇 什麼叫半衰奇呢 它會有一個 是 走失alpha粒子的時間 是 譬如每一種東西 它都走失了 那就變成另一種東西 變成另一種東西 它可能會 接著之後 它就會再變了 再走失alpha粒子 這個是永遠都 不會 停止的一個過程 是 它只是 這個衰變 是不停地發生的 所以任何事情 例如輕原子 你不會去衰變 一些人說輕原子 可能會去衰變 但這個是質戰 會不會去衰變第二個問題 就是輕原子 是最小的 於是你不停走失的時候 問題就是 有一些情況之下 你會走失 有一些元素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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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72變成70 你就會走失很快的 由70變成68 你就會走失很慢的 所以就會有不同的情況之下 就有不同的半衰奇 半衰奇 即是說 你由這一個 那你一路走失的 走失了就不是原來的元素 就沒有了那個元素 因為少了一個 低了兩架 半衰奇 即是說 由低了兩架 你沒有了一半 的時間是多少 有些是很長 有些是很短的 有些是短到幾百萬分之一秒 有些是長到幾千萬年 幾千億年 是的 所以這個就叫做alpha衰變 當你去做核反應的時候 你將一顆油原子 劈了做兩邊的時候 劈了做什麼的時候 就會劈了做一些 通常劈了做一些的東西 那些會不會產生alpha衰變呢 那就是另一種東西 我們會說核輻射 當你一開始的時候 說核輻射 就是 劈開了 終止 反映熱了 但問題就是 我們會說 複射物 其中一樣就是 會發生alpha衰變 而發生alpha衰變呢 的時間 是 剛剛會發生了 因為太短 如果太短 幾百萬分之一秒 是 如果你的物件 是幾億年的 那也沒事 所以中間 不長不短 那些就最麻煩 幾十年 幾百年 那些就最麻煩 OK 這個就是alpha衰變的問題 是 剛才提到的 alpha衰變和半衰期 當然還有Beta和Gamma 剛剛alpha衰變 就是出的 就是Alpha的粒子 而Beta 就是出Beta的粒子 Beta的粒子 只是一粒電子 就是剛才提到的 一粒中子變成了 質子和電子 而電子就會出來 這個就是Beta衰變 至於Gamma Gamma就比較有趣 就是它出來的 不是一個粒子 而出來的 是一個 能量的一個Wave Gamma射線 總而言之 就是很高 高能量的光 其實就是 光和熱 就叫做 Gamma衰變 是 就是出了一個 你可以叫做光子 但其實就是 一個能量的射線出來 是 那這個就是 Gamma衰變 是 那 這裡就是 alpha、Beta和Gamma 我們會解釋 Gamma衰變 理論上 就是 如果相對來說 如果出現一個問題 就會比較輕 而Beta衰變 就是重 而Gamma衰變 就是強很多 能量出來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說的輻射物 不是一個發生 Beta衰變的輻射物 也不是一個發生 Gamma衰變的輻射物 因為其實是光 光很光 很大問題 通常如果我們說的輻射物 這個就是中間 我們會說到的 是會發生 alpha 水平的輻射物 才叫做輻射物 如果發生 我們通常那些 是很輕量的輻射 那個是 電子的質量 和質子的摩比 還有那個速度 可能產生的能量 對人體的傷害性的話 這三種是完全不能成正比的 是 因為他們有不同的穿透力 和不同的傷害性 如果你說對人類 或者對生物 傷害性來說 當然alpha 是最大的 是 Beta其次 加上 相對來說是最少 我想是那個其次 是相差很遠很遠很遠 幾百分之一 之類更加輕 通常我們說的 通常我們說的 複射物 會發生alpha 複射物 而呢 我們很少會覺得 那些是一個複射物 其實 因為它要有好家 好大量 任何東西都要大量 你都會發生傷害 是 劑量大都一定會傷 但是現在說 這些複射物 令到生物是有害的 最主要的害就是 去傷害到DNA 是 傷害到DNA 令到DNA 又產生不同的 畸變 或者突變 你可以 如果大的話 你都可以照相 如果你是加碼衰變 加碼複射物 但問題 你本身不是那麼 嚴重 本身很難去到嚴重 如果以同等劑量來說 是alpha會 會嚴重 我們很少會 很少會 會令 beta衰變 加碼衰變 加碼複射 會令到 因為很大量 會令到你發生衰變 會發生傷害 很少會這樣說 是 所以現在 在 這一部分就是 alpha beta 加碼衰變 然後 然後 去講到 現在的媒體裡面 主要 你看到所有 現在的 關於複射的媒體裡面 都是說 村這件事 是 那村這件事 當然是其中一種 放射性物質 但是 村這件事 其實 坦白說 在自然界 都是有形成的 雖然它 是有存在 很微量 但是也是有的 而無論是自然界形成也好 或者是因為 你說什麼叫村 那村是什麼來的呢 村其實就是 氫原子的同位數 就是說氫原子 其實就純粹是一個 最簡單的結構 就是一粒質子 加一粒電子 就是一個 最普遍的氫原子 但是 也有一些同位數 就是說 一粒質子 加 兩粒 的 中子 一粒粒子 或者兩粒粒子 都可以 一粒中子 都可以 如果是加一粒中子 就叫刀 兩粒中子 就變成村 這樣 所以 就是上面這幅圖 但是它們都叫氫的 這三種都是叫氫的 是 都是氫原素 只不過 如果你是一粒質子 該字很少種 我不知道 就是一棟 如果是兩粒質子 就是兩棟 三棟就是三棟 但是它們都是氫原素 就是說 中文的寫法 這也是氫原素 所以 因為 這三者 都是氫的 同位數 所以 而氫 其實 在世界中 看到最多的氫就是水 原子水 因為H2O 所以 是 水 或者是 當中帶有村 的水 其實 化學性是完全一樣的 其實 化學性質原材 和物理性質不同 是的 但是我補充一下 那 那 村的天然含量 水的天使含量 我不知道 0.幾% 我只是不記得了 它是有天然含量的 它是混在水裡的 如果 村是特別多 重的水 就叫做重水 所謂的重水反應 就是這些用村的 來做 是 或者是刀也有 它有個 有個成分 有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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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自然界 其實都是會有村 但無論是自然界的村 或者是 如果做核醉片 就一定要用什麼 即是我們要是 那個叫做 什麼 那個叫做 令到它 抽些村出來 令到哪個重水 就是要分離村出來 是 這個是說核醉變 但現在的所有核電站 都是核裂變 就是裂變 就是把一個原子去打 分開它 做幾個碎片 而說到這個村 其實在 無論自然界也好 核電站也好 它們的形成 都是因為 中止 中止去打入水裡的時候 就會令到 本來應該是 一個 一個普通正常的 H2O 一個氫原子 變成 其中一顆 或者兩顆 的氫 變成村 所以 自然界和核反應站 都會有這個村的形成 當然 因為在核反應堆裡面 它中止 那個照射是多很多的 比自然界 所以 村的 生成也是多很多的 比自然的地方 而這個村 為什麼一直說這個村 其中一件事 就是村一路會做一個 Beta 的 碎片 在這裏 這就是關於村 所以 無論是正常運作的核電站 還是現在的福島 其實它都有 村 所以大家看到有時候 坊間 或者是一些 媒體 一直說村的含量 甚至去比較 日本 所放到的村 或者其他國家的核電站 所放到的村 其實 村這件事 是所有核電站 都會放出來的 是 只不過是一個 量的分別 是 但是問題就是 我解釋一下 為什麼 核電站 現在它 日本福島的村是這麼少 是 因為核電站 本身是造村出來的 但是現在福島的電站 已經沒有再發生核電 是 所以它的村 基本上你不用檢驗到的 是 就是這麼簡單 是 它已經不是很活動 它是運作的 那你運作的 那你當然多 那你當然多 那你當然少 那你當然少 所以它根本上 它說這件事 有些混淆事情 或者是很混淆事情 因為 你實際上 你那個村 你已經沒有生產核電 所以你的村 就是不存在 一定會低 你不用 我不用你業 我也知道 OK 問題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看 現在這個是什麼 剛才這張圖 就是講 這個是 這是日本出的一張圖 就是去比較 就是去比較 現在我們日本在福島 那裏 只是出到 這麼少量 劑量的村 但是你說 其他 其他的話 其他國家 現在運作的核電站 還多很多 那你說的是核污水和核廢水的分別 現在就是 好了 所以 就講到核污水和核廢水 其實 應該現在在福島出來 或者排放的 都是核污水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分別 什麼就是核污水 對了 什麼就是核污水 就是剛才我們講到 反應堆的時候 就是說 拿來冷卻的海水 和發電當中的水 是不能混合的 但是現在因為福島核事故 所以正常的冷卻水 海水 出來的時候 只是 叫做核廢水 或者叫做冷卻水 但是現在 在福島那裏 因為 核反應堆 已經完全暴露出來 所以 當中的冷卻水和海水 是直接碰到 核反應堆的 而出來排放的就是核污水 是 所以 就是核污水和核廢水的分別 OK 問題就是 它現在 核污水的定義 是因為你裏面有一些 物質 油分裂出來的一些廢物 是 油分裂出來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C和C 就是一粒打造兩粒 應該是C和C 這兩個最重要的 然後呢 是 然後呢 它就沒有驗到那些重要的 元素 它就講了一些不重要的元素 就是圈 就是圈 所以這個問題就出現在這裏 我講講為什麼會是C和C 那些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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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些不懂的 那些說核廢水和污水 那些人 亂說 幾十種 幾十種放射性元素 那些 你講一講 它可能出來 那些半需期就知道 是 剛才講C和C 其實現在 你講完全部 全部的機構 現在其實 有一大堆的 但是最主要的 就是 剛才講C和C 他們的半需期 全部 你要全部都講完 OK 那還有的是 孤 你逐個 每一個 A的半需期 B的半需期 C的半需期 D的半需期 OK 那剛才講了就是C C90 它的半需期是29年 它一直放β 而C137 它的半需期是30年 這樣 而 除此這兩個為主之外 還有 半需期 應該和β 無關 是 半需期一定是放α 才叫半需期 是 β 不算半需期 那它一直都會放 不是 它會放了它 因為我解釋給你聽 半需期 半需期的意思 譬如現在C34 C90 變成什麼 譬如變成 它有一個 不知變成多少 它是34 34 因為它是C90 是 34 即是類似 它少了一顆 因為它如果放了 放了一顆 中指出來的話 讓我看看 半需期的意思 讓我看看算不算 這個 它現在放了一顆β出來 是 β即是放射性 即是將一顆質子算什麼 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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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大家耳熟能長一點的就是碳十四 碳十四就是五千七百多年的半歲期 五千七百三十年 還有典一二九 半歲期是一千五萬年 你當是它很穩定地放複射 一千萬年的話 所以當然它還有幾十種 即是它有六十多種 但是以這幾種為主 加上村 所以為什麼 那情況是這樣 那情況是 因為你的半歲期是很短的 才有問題 五年的沒有問題 五年的二歲很多 那你二十九年三十年的 剛剛現在是最糟糕 那你幾千年或者碳十四 那又沒有問題 剛剛 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 特別是它依然是 繼續放複射 就是那個問題 所在在這裏 現在在日本的說法 日方的說法 它就說會有一個 過濾 有一個 它和東芝 一起研發了一個裝置 就叫 ALPS 艾爾卑斯系統 就是一個過濾 過濾這些核污水系統 是 它們聲稱 根據東芸電力 它就會聲稱可以去除 這些核污水 六十二種化學物質 裡面的絕大部分 是 唯一一種不能夠過濾的 就是村 是 因為它和水是同一個化學性質 所以和水是 接近是一樣的 不是只有這種過濾 當然媒體就是因為這種過濾 所以就很專注在村 這件事 就是源自東芸電力 它說純粹只有這種過濾 但是 在坊間的所有報道裡面 其實都比較少提及到 我們剛才所說的 菇 絲 顏 顏 等等的 方式食物質 而現在害怕的就是害怕這一堆 多個村 是 所以現在 這個ALPS 這個裝置 究竟是否能夠 真的可以做到那個 過濾的效果呢 國際原子能機構說 根據他們的 相片 根據他們的樣本 是OK的 無論那個 放射性物質 那個 rate 或者 dosage 都是可以的 但是現在這件事 都是誠意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其中一件事 就是 在我大約看過一份 國際原因機構的報告 裡面其實沒有特別去說到 它的相片是怎麼來的 因為它究竟你那個 那個樣本 在哪裡來的呢 它就說是經過了 ALPS之後的 樣本來的 但是其實 現在發掘出來的 包括東京電力 這個是東京電力 自己去講的圖 就是在那130萬噸 準備要排放出去的核污水裡面 其實原來不是同一個成份 是 原來那130萬噸 大家一直去想 就是 那130萬噸應該是同樣的東西 是 但是不是 原來 當中 大約是三分一 才是 現在處理過的 處理水 剩下的三分二 是各自有不同的 成份 各自有不同 現在放輻射的一個 dosage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為什麼才會質疑 就是說 其實你國際原子能機構 你是拿哪裏的 sample 是 純粹真的拿 過了ALPS 處理了之後的水的 sample 還是你拿現在在桶裡面 的 sample 是 就算桶 都還要跟你算 究竟是 拿面的浸還是底的浸 因為當中會有沉澱物 所以會不同的 現在正在討論這件事 是 所以現在無論是ALPS的循環系統 當中的能力 或者過濾的能力 很多時候都是日方自己的說法 是 而 但是 很大問題的是 過往 原來其實這個ALPS 是 運作都是問題多多的 在幾年前 2016年 其實是被發掘到 這個ALPS系統 過濾系統 是有洩漏 是 在2018年 包括當時日本共同社 都有說到 就算你經過了ALPS的處理水之後 都是當中的點 顏色 這些元素含量超標 這是日本共同社幾年前的說法 2019年的時候 東京電力就換了ALPS的旅網 但是兩年之後 就出現過半數的旅網損壞 是 這樣 所以這個ALPS 究竟是不是 真的 東京電力說到 那麼 可靠呢 就是它 假設這個沒有問題 是 它完全是 只是假設沒有問題 是 而且最後 能夠 就是 國際原原原機構 它拿到一個 相片 究竟是 可能是過濾了很多次 還是過濾了一次 還是多少次 是完全不知道的 是 或者沒有特別去講 是 所以其實現在 流出來 到太平洋的 核污水裡面 會不會有 剛才說到的 菇 絲 其實是會的 原子洋機構裡面 其實都有為了這一堆元素去化驗 但是 也知道是有的 只是它聲稱說 含量很低 所以就不怕 但是問題是 現在也討論的 就是說 會不會影響到海洋生物 是 是 因為 剛才我們在說 Alpha Beta Gamma的時候 就說到 其中一件事就是 說到 穿透力的問題 就是說 可能 說到Beta和Gamma 沒有那麼大的傷害 就是人類皮膚已經可以隔絕到 或者平時穿衣服已經隔絕到 但是問題是 下了海之後 當中的一些海洋生物 去拿到這些放射性元素 繼續去放Alpha Beta的時候 當中很多的海洋生物 所謂的皮膚或者表層 是絕對沒有人類皮膚那麼厚的 所以才會不會影響到一些 例如浮游生物 或者是魚蝦蟹等等的海洋生物 有這樣的狀況 再加上 說到海洋生物的時候 他們 還有食落土 他們的問題 不是在皮膚上 就是食落土 對 因為食落土之後 我們就沒有了皮膚的保護 所以就直接在身體裡面放 沒錯 而且再加上海洋的食物鏈 應該說 各地的海洋生物鏈 都是 隨著越來越高 食物鏈的頂端 它有一個生物累積的效應 是 因為一個大的魚 你會吃很多小的魚 大約是這樣的原理 所以當我們去到食平時的水產的時候 其實他們可能已經累積了很多的放射性元素 在體內 那個劑量就未必是 純粹是現在化驗出來的劑量那麼少 這可能會有累積 是因為有累積的效果 現在就是害怕這件事 過往其實 例如在前年的時候 也都會出過一些報道 其實是當地在日本的漁民 也是罵到一些疑似是放射性的魚 而去監測當中的放射性的劑量的時候 也是超了標 這件事是2021年去發生 所以才會想 現在可能會不會有這樣的事 這件事是2021年的報道 就說發現了一個劑量超標 關於食這個元素超標 而看到當時的處理手法 日本政府就說 我不給買這種魚 當時的處理手法 是 就是這樣處理 當然現在就解禁了這種魚 但是當時的處理都是說 我不給買的 那就可以了 不買就沒有了 所以如果你說 看回以前的經驗的時候 才是害怕 所以現在說的是 它的過濾 現在是成疑的 再加上現在放進去 海洋生態裡面的生物累積 或者會不會 因為剛才說到碳十四 或者說到村 當中會成為一些有機物 那就真的保持在體內 甚至乎 剛才說到C 其實它與 鈣是同一個群組 同一個族 所以 無論是海洋生物 或者人體裡面 如果吸收了之後 就會 進入了骨 骨格裡面 因為 骨格主要是鈣的成份 如果C 進入了骨格裡面 就等於在體內 是很難再排出來 但是C 是自然性 是否存在 應該是 如果這樣大 自然性很少存在 否則我們一直 會吃這些東西 就是我們平時很少吸收 平時會少很多 但是因為它是 源自一個 核 反應堆而出的 一個元素 所以在福島那邊 最主要是擔心很多 是 所以現在 在說 它的擴散路徑 現在 在說 在 無論2021年的 國家科學期刊 也好 清華大學 深圳國際研究所 的研究團隊 最近出到 去模擬這個擴散路徑 在說的是 在240天之後 核廢水就會由福島 去到中國沿岸 這個也是 誤導性成分很高 因為到時候 去到中國沿岸 都稀釋了 你不是一條魚 游到中國沿岸 當你游的時候 一邊都是 這個反而是 這個狀況 就是 你要把顏色 變成淺色了才行 所以 要被錢 所以 你就一定也都算 對嗎 大約1200天 就會去到西岸 北美 西岸 現在 就算講到這幅圖 可能會稀釋了 很多 但其實也有一個 問題 因為太平洋的 海流 其實你看到這幅圖也是,就算這裏的顏色也好,它也是集中在北半球 因為海洋的環流,寒流等等,其實會令到不同部分的太平洋的劑量都是不同的 所以現在就是有少擔心這件事 但是我都覺得以前都爆了很多,以前爆了很多,幾十年前 即是你說美國核試在比堅尼島? 我覺得去試很多,我覺得就應該這樣說 你現在說污染是一回事,但你說什麼就是另一回事 你說吃不吃得海產就是另一回事,或者吃得哪裏海產,就是不用怕到這樣 你如果日本來到中國,或者日本海白,或者那些地方 我想在不同程度上不同的危險,黑心食品也不是寫少 但它是因為污染問題,就不是說什麼的問題 在過往說處理手法,其實現在為什麼有很多人會反對呢? 就是因為處理手法當初去談的時候,都不止一種 但當然日本政府就禁止其他的可行性 其中一種就是去蒸發 這是很近21日出的新聞,共同社說 其實中俄都曾經要求過,用蒸發這種手段去解決核污水問題 其實當中這個蒸發,為什麼蒸發是可行的呢? 就是因為大部分的放射性物質都不是揮發性的 而且它的費點很高 所以如果你純粹是,一百度把水蒸發之後 是真的出到你的,就只是水來 雖然都有串 但是至少它沒有了剛才我們說的色,C,碳十四 那你蒸發完之後,剩下的渣 那渣就可以用現有的處理核廢料的手法去處理渣 但是當然,主要是因為成本的問題 因為現在,如果用蒸發這個手段 是比現在要出多五倍的成本 至少是五倍成本去做的 所以就沒有用到 或者之前也都討論過,可不可以用注入地底的方式 當然在不影響到地下水的情況下 但是,隔絕到深層的岩層裡面,隔絕長期的輻射效果 當然也是,成本比蒸發期更高 是的 或者是討論過,可不可以拌勻其他的藥物質 令它變成一個固體的狀態,然後埋了它 之前有討論過的 但是,日本,日方其實一直都禁止其他 至少現在,在國際原子量機構的報告裡面 都是說明,他們的研究是純粹基於日方提出的要求 純粹在這個方案的前提下的研究 明白了嗎? 知道答案還有什麼 是的 關於核污水的爭議性 其實還有一個部分,就是東京電力公司 東京電力公司在2011年311大地震的時候 就已經被很多媒體發掘到很多前科 或者是311的時候的處理手法 就是有延誤救災工作 或者放很多後來NFG的假消息 所以他們自己也在早期承認 一路去修改,去刪改一些檢測數據 或者是隱瞞到當中一些反應堆的故障 所以現在對東京電力公司一路都是不信任 包括日本當地的民眾 所以,你可能會說那些是311十幾年前的事 但是去到近年,我們剛才也有說過 ALPS的過濾裝置曾經有試過損壞 在前年的時候,儲存罐試過洩漏 導致當時的核污水直接排入海 也不用說到現在了 當時的儲存罐洩漏已經排了一批入海 至於多少呢,是不知道的 或者沒有一個很實質的說法 這件事也是要等到媒體去曝光 東京電力才會承認 而且在去年的時候,東京新聞也披露過 就是說,東電去檢測這些輻射的儀器全部都有問題 或者做過手腳 所以,如果你說其中一樣的事就是 要依賴東京電力公司 或者國際原始人機構 是一個30年長期排放的計劃 是否可以這麼高強度的監測 捉得這麼緊 我想是頭一、兩年 是,頭一、兩年都算多 因為有時這些新聞的風氣 可能是幾個月貨仔就過了氣 所以漸漸大家也習慣了 吃慣了,周時也會有 所以這幾件事令民眾沒有信心 是,其實日本人才是最沒有信心 因為日本人最先,除非中國人 是,韓國現在也陸續有示威 所以現在無論幾方面 無論是說核污水的問題 或者是現在的過濾裝置ALPS的問題 或者是東京電力和國際原始人機構的問題 總共這幾樣東西 都是令到很多主要是反方 對核污水排放這件事反方的人 不安心的所在 是 是 但大師你覺得是大家習慣了之後就沒事 是嗎 大家發現都不會很死得人 是 很多時候你會 你那些人吃煙都不會很死得人 難道吃煙講到紅水猛獸 你的數字就死了幾年 可能死了五七年 你不覺得 是,所以現在當然 當然在國際原始人機構裡面 那份文件裡面 都說到說 他們的鑑證是 非常科學 但是最後的決定權 都是日本政府 還有其他的因素 當然他暗示可能會有些政治因素 當然有政治因素 有些人說一個很好笑的笑話 是 就是說 其實現在日本用的公關費用是 嚴重過他煎發了些東西 是貴過的 沒錯 拿來做公關那筆錢 700億日圓是貴過 純粹拿來處理這樣的排放 說的是公關費用是貴二倍的 沒錯 如果給少數字就是貴二倍的 沒錯 就算給精氣也是貴兩倍的 所以現在看到一個政治事件 至少環保團體都沒有說過任何事情 各地 不只是香港 包括日本 台灣 美國 歐洲 的環保團體 都是一片最正的 所以現在立派就排硬了 之後的監察是怎樣 排了 對 第一批已經排了 第一批會排7000多噸 所以 看看他之後怎樣處理 好 那今天的 加長版的專題 就是 這個講得非常長 因為講得技術 我本來叫你說技術 原來講完技術 就是你後面的重度都那麼足 還有新聞的 沒錯 所以今天的環節到這裡 謝謝大家 拜拜